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另外一種,剛講的是 這一類 剛講的是某一類,就是你的C1 剛講的是A1比上A2 不等於B1比上B2 所以它是一個有相交的兩個直線 另外一種是說 如果這兩個人呢 第二種 如果是這兩個相等怎麼辦 如果他們兩個相等同時呢 這個比例假設是M 那我跟你的C1 C2 這個比不等 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 你要怎麼做 這種情形就表示說 這是兩條平行線 好,這是兩條平行線 這兩條平行線 就不會有焦點 對不對 就不會有焦點 所以我們剛剛 用求它焦點那個做法 就沒辦法 沒辦法 順利的進行了 好,那這邊我們用了一個 另外一種技巧 是這樣子的 我知道它的這個比例是M 就是A1比上A2 等於B1比上B2等於M OK 那我就另那個 因為你知道A1、A2 A1、B1是一組 然後A2、B2是一組 所以我把那個比較小的那一組 因為它現在假設 我把他們兩之間的比例是M 假設M是正的 就是一個整數 大於1的 我把那個比較小的那一個 就是A2 把這個A2X加B2Y 各位知道這個 這個就是你一開始的那個縫 A2X加B2Y在這裡 就是你現在有這兩個 那我看這個系數 我發現說 OK,它也不是相較在一點 那這個兩個C1、C2也不是都是0 所以呢 它現在是平行線的狀態 那我現在假設 這個A1比上A2 等於B1比上B2 而且它的比值是M 那M假設大於1的話 就顯然是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所以我把那個小的那一個 就是A2X加B2Y 我把它另成 但只有前面那個部分 那個C的那個 C不管 就只有這個 我把它另成一個 新的變數 成它叫做Z 那如果它是Z的話 你就知道說 你的A1X加B1Y 就應該是什麼 因為它的比例是M 所以當你是Z的時候 我這邊就會是你的MZ 就會是MZ 好,這個我知道 這個你被長這樣令 我可以得出這個 那同時呢 我剛剛令它為這個的時候 我還可以寫出 A2DX 我把它做 尾分 A2DX加B2DY 就會是等於我的DZ 剛這個 A2DX加B2DY 會等於DZ 減掉A2DX 除上B2 好,那DY也有了 所以我回過頭來 我想要帶回去 那個式子裡面 最original的那個式子 最左邊那邊 所以我可以得到說 那應該就是MZ 對不對 這不是MZ嗎 然後加上我的C1 然後DX 然後會等於我右邊的這個 Z的部分 然後加上我的C2 然後DY 那DY現在也有在這 DY在這一下 所以我這個位置 把它寫過來 這DY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我可以透過 簡單的整理 我會得出一個 最後一個式子 DX加上一大串 然後DZ等於0 OK,這次我們講一下給大家 我就不再寫那麼細 重點是大家看這個式子 你變這個式子之後 然後事實上你看Z的部分 你看Z的部分 DZ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這個 這個 你看講一下裡面 你看它上面其實全部 跟什麼有關 跟Z有關 然後C2有關 然後B2 然後跟你剛剛那個比例M 然後A2 還有一些常數 所以你說你的 這一個問號 本身就是一個D的函數 對吧 也就是說 當我這樣推 我很用general的方式 把它推倒完之後 我會發現說 我的確可以做到 前面呢 我現在這個constant是1 這個係數是1 1比X 右邊呢 這是DZ 而這裡面呢 是一個Z的 跟Z有關的函數 力有關的函數 那這樣其實就是可以表示什麼 我已經做完分離變數了 不是嗎 這樣不是表示 我已經做完分離變數嗎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問號裡面有X 沒有 你去看看沒有X 它已經做完分離變數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可以辦法 這裡面只剩下Z 那我當然就可以 讓我後續要積分 變得容易 所以這是為什麼 這一個平行線的做法 你要把它這樣子令 因為你令完這樣結果 最後可以得出 Z的這一項 你前面這個係數 全部只會跟Z有關 不會有X 那你的前面這個X這一塊 比X前面這個係數是1 那這樣我就可以 比如這個問號有點複雜 我可以把它 部分分式 啊 幹嘛幹嘛的積分 那總是有辦法做 那最後我就可以求出 我要的答案 好 所以我們看看Example12很快 你就可以體會這一點 好 這個Example12 你會發現 哦 真的 它的比例 這兩個一筆 我發現了一個 這是它倍數關係 對不對 3的X加3Y 這是X加Y 那當然就是 一個是有 有這個C的 一個是沒有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那個小的 OK 其實我把另小的 不一定是誰 哪一個比較大 哪一個比較小 不一定 我把那個小的哪一個 另誰 另成Z 另成Z OK 那另外那一個 3X加3Y 就會是 3倍的Z 好 是嗎 好 那我剛剛的 X加Y等於Z 我才知道DY就會等於什麼 DZ減掉DX 好 那我可以把這個 代一下 所以我們其實 並不會要求各位去把這個東西給背 背下來 背這個東西其實不需要 我們DY等於什麼樣子啊 然後這個問號 會變成是怎麼樣 其實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說 我要怎麼處理 它是有背數關係的 那其他就是 看你這樣 另完之後 你就求這個東西 然後再帶進去就可以了 OK 那想辦法整理一下 就可以做 兩邊的積分了 好 所以我們就得出 代入的話 得到Z DX 加上什麼 這邊是3Z 減掉4 然後右邊的是 DY DY就是我的 Z-DX 好 那我代入之後 會得到 得到0 我只把我有另一個東西 把它帶進去 那我現在試著把它做 做 做 分離變數 所以有把 有 有X的部分 我把它拿出來 這是Z 這邊Z-DX 這邊DX 是-3Z加4 這是我的DX 然後DZ的部分 3Z-4DZ 等於0 所以這邊是負 這是4 4-2Z 我把2-2Z 我把2-2Z 除過去 可以嗎 可以嗎 就變成這樣 注意這邊如果你要做 接下來你要做積分 那你這邊的積分 你要注意 因為之前做部分分式 是因為 分母的這個 次方比較大 可是你現在上面有個Z 下面有個Z 下面有個Z 所以他們的次方是一樣大 所以你要先做個 長處法 把它除開 你們注意到 這個地方 3Z-4 跟2-Z 要把它用長處法除開 所以 好 你現在這個 這個的長處法 各位應該會做 所以我們把結果告訴各位 你可以把它寫成-3加上2倍的2-Z dZ 等於0 好 就把它變成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就可以積分了 所以這邊是 2X 這邊是-3Z 然後減掉 這邊積分 OK 那你這邊積分的話 應該是 加上兩倍的韌 然後2-z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這邊是 2-z 2-z 那個是負的 所以你還有個負號 所以負號就 跑到前面這邊來 跑到前面這邊來 這只是積分而已 所以你最後就會有 最後出來的答案 那別忘了你要把這個z再帶回去 z再帶成 我們剛剛說的是x加y 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把它寫完好了 2-x 減掉 3-x 減掉3-y 然後 然後減掉 2-x 2-x 寶消 2-x 2-x 用 Cheese 然後 2-z 減掉 z 2-x-y 等於另外一個叫 k 這個就是最後的答案 畫得比較漂亮一點 這邊有問題 因為例子比較簡單 所以goes through的比較快一點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今天就 上到這邊 好吧 所以各位要開始做紅火課了 不太有同學就已經開始做了 而且會問我一些問題 好不好